如果你的队友太菜 还占着你想要的资源 你会怎么办呢 拿破仑当年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的解决方法是一把抢过队友的键盘 自己上手为操 结果就出大事了 1806年11月 拿破仑在柏林发布了大陆封锁命令 禁止整个欧洲大陆与英国进行商品贸易 第二年8月 拿破仑命令中立国葡萄牙 断绝与英国之间的一切关系 不仅要他们向英国宣战 关闭对应贸易的港口 还要葡萄牙逮捕在他们国内的英国人 并没收掉这些英国商人在葡萄牙的货物和财产 想着两头不得罪的葡萄牙 只答应了拿破仑要求的前两条 为了弥补英国可能遭受的损失 葡萄牙给了英国在巴西贸易的特权 拿破仑得知了这事后很生气 决定派兵修理一下葡萄牙 1807年10月27日 法国与盟友西班牙签订了 瓜分葡萄牙的丰难白路条约 随后拿破仑便派诸诺将军 借到西班牙供入葡萄牙 长驱直入的法军仅用了一个月出头的时间 便攻占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但入侵葡萄牙只是一个幌子 拿破仑的真实意图 是借此机会吞兵自己的盟友西班牙 在诸诺入侵葡萄牙时 拿破仑就让他偷偷派工兵 沿途绘制西班牙的地形图 并在上面标注各村庄之间的距离 以及各类资源的分布 当时西班牙证据非常腐败 西班牙王室内部也相当乱套 国王卡洛茨四氏和自己的妻子 非常讨厌他们的亲生儿子费尔南多 西班牙王子费尔南多也非常讨厌他爸妈 1807年的时候 费尔南多王子曾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 想娶一位布纳巴家族的女子做自己的王妃 结果这事被他爸给知道了 当月费尔南多就被他老爸 以莫须有的谋反罪给监禁了 虽然他老爸后来又把他给放了出来 但爷俩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当时西班牙的首相戈多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在暗中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西班牙王后的情人 1808年春 法军打着康英元西的旗号 占领了西班牙全国各地的战略要地 助习法军的出现惹怒了西班牙民众 在西班牙人看来 正是戈多伊这个卖国贼和法国 达成了风担白鹿条约 才把法国军队放进了西班牙 愤怒的西班牙民众 冲进了戈多伊家里要弄死他 这戈多伊也是个狠人 他在自家阁楼上一卷捆起来的毯子里 藏了30多个小时 最后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就从毯子里爬了出来先往外跑 结果在半路上就被愤怒的百姓给抓了 差点让人给打死 费尔南多王子在这场事件中 抓住机会逼他老爸退位 卡罗斯斯是迫于无奈 只得将王位传给了自己儿子 拿破仑听到这事后 决定给老国王撑腰 被赶下王位的老国王 瞬间觉得自己腰杆硬了 就撤回了自己的退位声明 两天后法军5万人进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西班牙对于拿破仑来说很重要 因为即便特拉法尔加海战大败后 西班牙仍有庞大的海军 只要拿破仑还想着攻入英国 那就需要拿下这支海军 但西班牙要一直这么乱下去 英国人趁虚而入 那就不好办了 于是拿破仑约了西班牙国王夫妇和王子费尔南多 在靠近法西边境的法国城市巴云那一起开会 拿破仑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你们爷俩不是因为王位这事吵得不可开交吗 我来帮你们解决这个烦恼 费尔南多你是儿子 你应该让着你爹 你把王位传给你爹 然后呢 你爹再把王位传给我 我把你们这西班牙王位啊 再传给我大哥约瑟夫 这不就解决你们俩的问题了吗 父子俩一听着解决方案就懵犬了 不是说好帮我们调停的吗 怎么王位传来传去传成你家的了呢 但这时候他们想反抗也没用了 他们现在身处法国城市 周围全是法国兵 况且自家首都马德里也驻扎了五万法军 所以爷俩只能干持这个哑巴魁 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班牙 拿破仑还让谬拉 把西班牙首相哥德伊从马德里带出来 让他跟王后俩人团聚 这下顺带把西班牙国王戴绿帽的事也给做实了 消息传回了西班牙 西班牙百姓都气炸了 拿破仑你这是给我们安排了一出西班牙版的健康支持啊 怒发冲冠的西班牙民众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 5月2日 马德里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弄死了谬拉军队中的150人 直到傍晚 这场起义才被法军镇压了下去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马德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各地百姓纷纷揭杆而起 在拿破仑大哥约瑟夫还没进入马德里的时候 西班牙就已经爆发了全面起义 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港口 也被西班牙人交给了英国海军 法军的西班牙不仅要和当地的正规军作战 还要对付层出不穷的地方游击队 被搞得精疲力尽 西班牙游击队经常埋伏在乡间 袭击法军的交通线 被游击队抓到的法军俘虏 基本上落不到什么好下场 西班牙人把满清十大酷刑里的那些手段 都给法军安倍上了 法军得知背负战友的下场后 也开始用同样凶残的手段 报复西班牙的反抗力量 这下双方算是彻底杀红了眼 在起义席卷西班牙大地的同时 葡萄牙民众也开始了反法斗争 1808年7月20日 这年8月朱诺将军已在西班牙向英军投降 拿破仑一看遥控指挥不好使了 决定亲自出马 11月7日 拿破仑亲率13万大军向西班牙发起进攻 该说不说 拿黄的buff确实强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带着法军打到了马德里 之后又打得英军落魂而逃 但在1808年的最后一天 拿破仑收到了奥地利在东远的情报 只得带着一部分精锐部队返回法国 拿黄走了之后 半岛战争又陷入了困境 法军始终无法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从1807年年底到1814年 法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共折损了约26万人 即便拿破仑手下的26位元帅中 有18位曾派往这里 法国也没能彻底征服这片土地 因为一旦法军集中力量 去进攻半岛上的敌人正规军 广大的乡村地区就会被游击队夺回去 法军运输物资的交通线也容易被切断 法军要是分散兵力去扫荡乡村的游击队呢 敌人的正规军又会向法军发起攻击 这样的情形 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